转载自百家号作者,一直喝欣喜若狂的法国球员在世界杯胜利后,击败了阿迪莱德上的新闻发布会,高估他的名字,因为他们在教练和组装记者身上喷洒了香槟,水喝能量饮料,几秒钟之后,球员们被赶出了房间,之后,丹沈斯正在休息。 唱着Sea State Post Fini跳舞,并跳到新闻发布会的桌子上,法国队以四比二击败勇敢的克罗地亚队夺得第二次世界杯冠军,阅读更多他们完全疯了。 那些小伙子们,球员们离开后,一个笑嘻嘻的是露露的丹沈斯说道,他们很年轻,他们很开心。 他刚刚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的赛号倾盆大雨中被改变,现在又被浸泡了。 他说,在赛号的讨论中,他告诉他的球员,在赢得奖杯后,他们的生活将永远不会相同,从专业角度来说,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。 但是,他说,他在1998年作为一名球员赢得了奖杯,也许他们会赢得其他冠军,我不想破坏其他冠军,但是当你是一名职业足球军动员时,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。 二十年前,作为一名球员,我有一种极大的荣幸,那就是在法国,所以他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。 但今天球员们一起做的事情同样美丽,我有一个二十二岁的儿子,当我们成为世界冠军时,他太年轻,无法理解,今天有年轻人能够幸福地与我们一起,过这个活动。 从地球点进了法国队的第二个进球,他对法国队球员的不同来源表示敬意,这就是我们所爱的法国队,他们是不同的起源。 但我们都团结一致,在我们的团队中,也是如此,有很多球员来自不同的视野,但我们确实有相同的心态,我们都为同样的球衣,攻击和我们的国家打球,一旦你穿上运动衫,你就会为对方做所有事情,而且他很漂亮。 Kiley & Beck是法国无敌人才收藏的最高票,阅读,更多对前两个法国金球的决定存在依需英文。 阿根廷裁判M.Bitani在与伊万佩里希奇手球协商VAR之后,给出了第一个,然后只将罚球点的软刃一球。 格里兹曼得分,将比分该写为2比1。 克罗比亚的经纪人Zlocko Delic对判罚提出质疑,但拒绝将结果归结于该决定。 在世界杯决赛中,你不会给予这样的惩罚,但这绝不会削弱法国队的胜利。 他说,我尊重裁判,他做了他所看到的,公平公正的,关于VAR。 当他对你有利时他是好的,当他不是很糟糕的时候,这就是我所要说的。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格里兹曼说,他假装他正在参加一场不那么重要的比赛以保持冷静。 同时他等待裁判决定点球上诉,我只是试图,保持冷静和专注。 他说,我只是按照通常的处罚方式,做了同样的伎俩。 现在正在努力,2018年世界杯,所有736名选手的完整阵南,阅读更多达利器说。 他告诉他的球员,他们应该被比赛结束时在球场上的成功,而许德的成就感到骄傲。 并且他也恳求他们不要纠缠任何所谓的不公正,我们在所有胜利中都有尊严。 我们必须在失败中保持尊严。 他说,我们必须尊重比分。 达利器承认,克罗地亚之前的一些结果中,有一些运气因素,球队需要点球才能赢得他们与丹麦的最后16场比赛以及与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决赛。 在前六场比赛中,我们可能一直受到运气的青睐,今天不是。 他说,我必须向我的球员们祝贺这场比赛,也许是我们在这场比赛中打出的最好的比赛。 我们控制了比赛。 但我们承认并反对法国这样一个强大的一面。 你不能犯错误,我们有点难过。 但我们必须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。 Date Leferen谈到了他对团队成就的自豪感。 他说,我很失望,因为我们失去了比赛。 但我们踢得比他们好得多,我为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。 在世界上排名第二,我为每个人和国家感到自豪。 我们现在在审议决策时感到遗憾,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。 这很难描述,也许几个月后我会把一切都做好。 总的来说,我狠自豪。 当被位及法国球员是否影响了裁判时,洛夫伦说,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我确信他不会给予惩罚针对Bwezek的手球,我们的球员无法做出反应。 当你如此洁进球时,这是不可能的,这是一个关键时刻,因为我们刚刚回到一道一。